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Solana的TVL竟然有75%都是假的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那在今天節目開始之前呢 稍早大概一個小時前呢 我有上傳一個關於以太2.0介紹的影片 如果還沒有看的觀眾朋友呢 可以先去看那個影片 再回來這邊看新聞喔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一開始講的這個話題呢 其實是大概上週五晚上的一個消息喔 很遺憾的又是關於這個Solana的 那主要就是說呢 這個Solana在去年呢 它的TVL有這個造假的行為喔 那高達75%的TVL都是假的 那TVL是什麼呢 TVL就是Stand for Total Value Lock 就是所有所在這個鏈上的資金喔 那我們在這則報導就可以看到呢 Solana在去年的時候呢 其實一度是從這個20塊以內 迅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漲到快300塊喔 那這個Solana的幣價 為什麼會造成這麼大一波的暴漲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的TVL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成長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今天呢這個CoinDesk上面的兩個記者呢 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呢 這個Solana有個項目叫做Sabre 那這個Sabre呢就是一個DeFi的項目 那這個項目呢主要是透過這個Solana的穩定幣來做交易的喔 那這個項目呢一開始是有11個Developer 就是主要這個開發者呢一共是有11個 但是後來發現呢這個11個開發者呢都是假的 那主要呢只是有兩個這個兄弟來進行的這個項目喔 那他們的名字分別是Dylan還有Yan 然後這個Last Name姓叫做Macalino 那基本上呢他們就是透過這個項目呢製造了這個高達7.5 billion美金的這個TVL 就是這個鎖在這個Solana鏈上的這個金額 那這個當初呢在這個去年2021年秋天的時候呢 Solana總共的TVL就是整個這個所有鎖在Solana鏈上的資金呢 是高達10.5 billion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看到10.5 billion裡面有7.5 billion竟然都是假的喔 然後這個項目真正的這個開發者其實就是這兩個兄弟 沒有11個人喔 剩下的人呢全部都是用這個alias 就是用這個代名其實是不存在的喔 那他們就找到一個方式製造出這個假的TVL喔 那在去年這個Solana暴漲的這個階段呢 從20幾塊一下漲到這個將近300塊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在炒這個Solana TVL成長得非常非常快啊 所以當初很多人就認為呢這個Solana以這樣的快速成長呢 是非常有機會可以取代以太坊這個區塊鏈的喔 但是最近這個Solana頻頻出包的狀態下 不管是這個停鏈狀態或者是熱錢包被盜的這個問題 然後到今天出現這個假的TVL喔 那其實都是非常嚴重的一些事情喔 尤其當初看到TVL喔 然後去朝Solana幣的這些人呢 現在發現這個Solana當初有高達70%以上的這個TVL都是假的 那不知道對這些投資者來講是要做何感想喔 那今天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Solana目前的TVL呢 是處於兩個Billion左右 那在這個去年11月高點的時候呢 是有高達將近12Billion的TVL 然後我們可以在下面看到就是現在 所在上面最高的幾個項目喔 這個Solana呢之前也是大量出現問題 然後也有被盜的這個狀態發生喔 所以說呢看這個TVL炒幣呢 還是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加密貨幣的市場呢 是沒有法規的 所以不管是這個TVL呢或者是鏈上數據呢 大家都只能把它當成一個參考來看喔 絕對不能因為這個TVL高 或者是鏈上數據顯示什麼東西呢 然後你就盲目的進去投資喔 因為很多鏈上數據也是可以被manipulate的 就是基本上也可以被這個大資金給操控的喔 那很多數據看起來很好 但是實際上可能並不是這樣喔 那對於Solana這件事情呢 我有看幾個這個YouTube支持Solana的博主呢 他們都還是拼命的在幫Solana解釋還有講話喔 那我覺得走到此時此刻呢 真的是沒有必要啊 因為這個Solana的項目真的是出現太多太多的問題了 就像是假如說今天Cardano Ada出現這麼多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一定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就是我對Cardano的項目的這個想法的改變喔 那如果Cardano出現類似這種基本層面的問題的時候呢 我也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大家 這個我進行了怎麼樣的操作 但大部分這個YouTube支持Solana的博主呢 卻都還在幫Solana說話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們自己還是厚了非常多的瘦 還是因為什麼其他的因素喔 因為畢竟Solana是一個VC coin 那他在背後呢 到底給了多少這些YouTube博主金援 或者是一些背後的支持 希望他們幫忙推自己的項目呢 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喔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這個加密貨幣的項目呢 這個去中心化還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區塊鏈的速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東西喔 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安全 還有這個去中心化 那至於這個現在還持有瘦的朋友們呢 真的就是要好好三思啊 就是到底這個Solana項目 是一個可以長期持有的項目嗎 那你可能要自己做更多的功課 然後去評估這些事情喔 那當然我講的只是基本面 還有這個長期的走勢 那並不代表說Solana最近就不會漲 也不代表Solana接下來的幾個月 或幾年就不會漲喔 因為在加密貨幣市場裡面呢 幣價跟它這個幣本質的基本面呢 在短時間呢其實不是100%關聯的喔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還持有Solana的話 就是小心吧 OK那我們開始看新聞吧 今天第一個新聞是關於這個 Binance Card 就是這個幣安的卡喔 那他們今天增加這個XRP SHIP就是財犬幣 還有AVAX就是Avalanche的服務 就是這個雪崩幣的服務 那今天就是說如果你持有這個卡呢 你可以在各地呢 就是使用高達14個不同的加密貨幣喔 那這張卡呢 主要是只有在歐洲可以發行 因為歐洲對加密貨幣的法規呢 還是比較鬆一點 那到目前為止呢 可以透過這個卡使用的幣 包含了這個Cardano的ADA Avalanche BNB 比特幣 還有這個Binance USD 就是幣安的穩定幣 Polkadot Ether 還有這個Lazio Portal 還有Santos SHIP SXP USDT 跟Ripple 高達14個這個加密貨幣都可以透過這個卡來使用 或者是透過這個ATM去取錢出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幣安其實是有點走向這個加密貨幣銀行的感覺啊 那同時這個Crypto.com的卡呢 也是基本上全世界都可以使用了 雖然說Crypto.com對他們卡的這個持有者啊 大大削減了他們的好處喔 但是我個人認為啦 Crypto.com的卡在這個加密貨幣的卡的這個市場裡面呢 還是算一張不錯的卡片啦 那如果你說它削減這些好處呢 只是為了公司引運的話呢 我也是可以接受啦 因為總比這個Celsius BlockFi 或者是Voyager 那他們是直接破產來的好吧 下則新聞也是關於幣安的喔 這個幣安跟這個MasterCard 信用卡公司MasterCard呢 即將合作 然後推行出這個Prepay Crypto Card 就是預付的加密貨幣卡 那主要是在這個阿根廷 那阿根廷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通貨膨脹問題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Month to Month 就是一個月一個月呢 在當地呢 每個月基本上都會損失這個一半以上的價值啊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幣安跟MasterCard合作 那在阿根廷呢 推行這個預付的加密貨幣卡呢 對他們人民一定是一個好消息喔 因為就變成說呢 他們不需要持有這個阿根廷的錢喔 然後去承擔這個每個月50%的通膨問題 然後他們是可以透過購買加密貨幣資產呢 來保護他們的財富喔 那透過這張卡呢 他們就可以在這個超過9000萬的實體商店 跟虛擬商店上面進行購物的服務 然後同時呢 也可以使用ATM 就是在當地提出當地的貨幣 然後如果使用這張卡付款的話呢 他們也可以享受高達8%的這個返利喔 所以對於阿根廷的民眾來說 這一定是一個好消息喔 下一則新聞呢 是關於Voyager的 那這個應該算是一個好消息吧 就是Voyager今天宣布呢 這個法院是同意了他們270M的一個計畫 那主要呢 是在這個Voyager上面還持有現金的人呢 可以讓他們把他們的現金提出來喔 那這個270M的計畫呢 不包含加密貨幣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加密貨幣被卡在Voyager平台上面 像我這樣子的話呢 那我們還是要繼續等下去喔 但是如果你在Voyager上面有放入現金的話呢 那會在這個5到10個工作天內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你的現金 從Voyager的平台上面提出來了喔 那雖然說這個提出來的只是現金 但是至少我們可以看到這個Voyager 是往這個正確路前進啊 那至於在Voyager上面的加密貨幣 要什麼時候才能提出來呢 這個就是要之後有消息的時候 我再做影片給大家更新了 下則新聞呢 也是關於Voyager的喔 那我們之前知道這個FTX有提出這個收購Voyager的消息 但是當初呢 Voyager是說這個FTX在Lobo他們 就是出的這個價錢簡直是誇張的低啊 所以是把他們這個收購計畫給拒絕了 那今天我們在這則新聞就可以看到呢 其實有很多公司是想要收購Voyager的喔 那這個FTX出的價錢呢 是所有這些要收購Voyager公司出的最低的喔 那看到這個新聞呢 我也覺得蠻欣慰的啦 因為我認為呢 不管是BlockFi啊 Voyager啊 或者是Celsius 這個最好的解決辦法 也是最終我認為這個幾率最高的解決辦法呢 就是另一個公司過來收購他們 然後透過新公司呢 把這個卡在上面的加密貨幣資產 還給所有Voyager原先的使用者喔 那至於要等多久呢 我認為應該至少要好幾個月喔 甚至一兩年 我覺得機率都是非常高的喔 但是如果你今天還有加密貨幣資產 被卡在這個Voyager上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也沒有太多選擇啦 因為錢被卡在上面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辦法 只能希望趕快有一個好的公司收購Voyager 然後把這個加密貨幣的資產還給大家 下一則新聞呢 是關於這個以太轉網2.0 Proof of Stake之後呢 這個Trum的CEO Justin Sun 就是中文叫孫哥吧 那他表示說呢 他支持這個以太的硬分差 就是原先POW這些礦工呢 這個Justin Sun是支持他們進行一個硬分差 然後分差出另一個以太的鏈 然後繼續透過這個POW系統維持下去喔 但是我個人認為這個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啦 就是大家知道這個以太經典鏈呢 就是當初以太硬分差出來的喔 但是以太經典鏈上是沒有任何的項目的 那基本上也是一個殭屍計畫啦 就是它上面已經沒有任何的utility 已經沒有任何的用處了 但這個以太經典鏈呢 到現在還是活得好好的 那這個幣價呢 時不時也是還會來一波暴漲 所以這就說明了這個加密貨幣市場呢 是非常非常瘋狂的 就連以太經典鏈這種已經半死不活的殭屍鏈呢 都還可以享有這個短期漲個好幾倍的這種狀況 所以大家在投資這些項目上面的時候呢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這些暴漲呢 純粹都只是一個資金的博弈而已 它本身是沒有任何基本面去維持它的這個價錢的 那這個Justin Sun支持另一個以太的硬分差呢 我也是看不到任何原因啦 但在下面呢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Justin Sun的公司就是Tron 他們發行的這個穩定幣USDD呢 就這個USDD呢 將成為這個新硬分差出來以太POW生態鏈的第一個穩定幣喔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呢 Justin Sun他自己是有私心的啦 就是他希望透過這個以太分差出來的POW生態鏈呢 然後把他的這個USDD變成這個生態鏈上第一個穩定幣 所以關於這個以太如果再次進行硬分差出來一個POW的鏈呢 大家就要非常小心喔 因為這個本身是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 就所有這些值錢的項目方呢 都是會跟著這個以太變到2.0 就是POS的系統上面 所以說呢就算硬分差出來一條POW的鏈呢 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喔 但是短期的幣價呢 並不代表他就沒有成長的空間喔 就是非常有可能他們硬分差出來一條另外一個鏈 然後幣價在短期有一個暴漲喔 這個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這個幣價呢很多都是炒作出來的 很簡單一個道理 就是Terra Luna 2.0 或者是Terra Luna的這個經典鏈呢 甚至是這個UST呢 到現在都還是有人在炒作喔 時不時都會來一個暴漲 所以說大家不要看到這個幣價漲上去 就認為這個項目以後是有希望的喔 就是要非常注意啦 最後的新聞是關於西班牙的 那在今天一個報導當中顯示呢 在西班牙有高達7%的人呢 都已經持有加密貨幣了喔 那為什麼會說這個7%是屬於比較高的呢 因為現在以全世界來說呢 持有加密貨幣的人大約在1%左右 所以在西班牙持有加密貨幣的人呢 這個平均值是比全世界多了7倍啊 那在這個問卷調查中呢 顯示說這些7%投資加密貨幣的人呢 主要是希望呢 他可以在中間獲得一些利益 那有部分呢 也是信任這個加密貨幣本身的技術喔 那我們在下面也可以看到 參與這些問卷調查的人呢 高達了40%認為說 加密貨幣呢 是有被這個法律監管的 那實質上是沒有啦 所以從這邊也可以看到呢 大部分投資加密貨幣的人 他們的這個信息面還有知識呢 還是不是那麼的足夠喔 那其中又有29%呢 認為呢 投資在加密貨幣 跟投資於其他的這個投資項目呢 像是股票啊 或者債券等等的 其實風險是一樣的喔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加密貨幣的風險 是比股市還有這個債券要高一些啦 但是從這個問卷調查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這個大部分投資在加密貨幣的人呢 他們對於這個加密貨幣這一塊的知識呢 我覺得還是可以進步啦 那今天的新聞就go over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我們就更有足夠的 跟我們大小鈴鐺 見本我們一個小鈴鐺 的人 各位應該別忘記包裝了 我們今天玩的一個小鈴鐺 我們很喜歡這個小鈴鐺 就有一個小鈴鐺 我們有一些小鈴鐺